我家是个男孩 我儿子是86年的 我觉得我是一个不是很合格的妈妈 就是我现在回顾 我孩子小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工作挺忙的 也是所谓的 就是挺有事业心的那种 所以对孩子是比较忽略的 觉得我的孩子是缺少陪伴的 他从小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很乖巧 就过度的成熟 比如说小的时候 我们一些家长带着孩子 那时候大概有二年级吧 七八岁带着孩子去郊游 我去过一个坎的时候 他会转过头来牵着我的手 那很多的我们同事们 家长都很羡慕 哎呀你孩子特别乖巧 那我也很自豪 他青春期该叛逆的时候 他反而是对我特别的友善 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 有一个阶段就突然变得 他特别的焦躁焦虑 物质关系变得很陌生 其实那时候我也没有逼婚 我就很纳闷 为什么这么小 从小这么乖的一个孩子 现在变成这样呢 他是被我们发现的 被动出回 2014年他那年27岁 他经历了一段恋情分手 他是跟一位小夕的女同学 在谈了一年恋爱 准备结婚了 然后他突然就说我们分手了 不要有个原因 那过了没有多久呢 我老公就非常紧张 惊恐地找到我 告诉我说 咱儿子通信念也知道吧 我就愣了几秒 我说我应该知道 你看啊 你是不是知道了 为什么没有说过这件事情 我说 我就回想起 其实他在上高中的时候 高三要考大学的前期 我在整理家里的一些东西 准备要搬家 就整理出一些信件 就也是好奇嘛 想有些东西要淘汰了 就翻看了他一些信 其中有一封信呢 是一个看着笔记啊 名字啊 内容啊 都是男孩子写的 但是内容呢 就很暧昧 而且那封信里呢 还是有一点就是 拒责我孩子 向他求爱的那种内容 然后呢 就 我心里就咯瞪一下 同性恋这三个字 就冒出来了 我对同性恋的了解呢 是 没有特 特别正面的了解 但是也没有特别负面的信息 就是看到了 淡秘山这个电影 是表现男童的 还有在找那个 白仙英勇写的那个小说 两页 演员 我没有全部看过 但是看过那些内容提示啊 或者总件啊 就知道世界上有同性恋这件事 但是他和我没有关系 他离我很遥远 那这三个字冒出来以后呢 我当时的反应呢 我就想孩子要高考了 这件事先放放 那后来呢 我就回顾起这件事来 我觉察一下 其实当时是我不想面对 我想把这件事压下去 等他上大学以后呢 他就经常领女孩子回来 然后我觉得他跟女孩子交往 也是正常的 虽然不是恋爱关系 那么那些信呢 有可能就是他好奇 青春期的一些探索 就这样过去了 那么当我老公说出 同情恋这三个字来以后呢 我就说我应该知道 那我说你怎么知道呢 他就给我讲 他有一个不用的手机 就淘汰给他爸爸了 他爸爸在上面呢 看到一些聊天记录 还有一些图片 就铁针如山了 就没有什么 说是要再去问他一下 制证一下 没有 这个时候虽然是说我知道 但是我当时的感受呢 就是 最大的一种沮丧 不是天塌地心 也不是不能活 觉得特别倒霉 这件事终于被证实了 被沮丧 那我看到我老公紧接着呢 还有爸爸就说了这么几句话 这就是变态 这个同性恋就是反人类的 这不就是西方思考吗 但是我不太认接受 他的那种情绪 我是觉得可以换一种方式 我们去探索 他究竟是变态还是有病 那我比较认同变态 这个部分 我觉得就是病了 心理疾病 然后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就去上网 有一个军事的时间吧 我基本上就是 就是躲在我 我儿子那时候不跟我们一起住 跟奶奶住 我儿子那时候有一个房间 我就躲在他那个房间里 去上网 那时候还用一个苹果的一个派 上网去查 输入同情年这三个字 这个各种信息 铺天盖地 这是我那时候经常流来 那个凤凰网 当打开凤凰网的时候呢 这是 这是过来 开始周六五以后 这是这个屏幕上 有一个滚动的图片 滚滚滚 同性恋情友会倾倒 同性恋情友会倾倒 然后那些家长 那些妈妈呢 全都是背着的 照着背影 但是上面有一个信息的通道 我就顺着这个通道 就找到了亲友会 当时也是有个规则的 就是他们这样 只要来证实你是不是家长 就直接打了电话 先加了QQ 我打个电话 电话里那个家长呢 就跟我聊了很长时间 我是少走了很多弯路 至少我进到亲友会家长群以后 我就立马那种孤独 我在黑暗当中苦苦像一个人掉在深井里那种感觉 就是苦苦就探索了一周 我现在终于爬上来了 我觉得 就入了这个家长群以后 我觉得我就爬上来了 然后就觉得不孤独 有那么多同类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就像一块海绵 各种信息 最早的接收到的一个信息 也是对我影响最深刻的一个信息 就是 大家推荐了 你看我包里那部电影 当我看到包里跳球的时候 我就哭的 就是这么多天以来 我第一次哭 我是偷偷地哭半夜 哭的时候呢 我就有一个信念 我无论怎么样都要让我的儿子活 不能因为父母的不接纳 让孩子实际生 不是有了这样一个信息 我就去跟我老公去看 我说 怎么怎么样 然后如果这个 同学院的 父母不接纳自己的孩子 给孩子造成的这种抑郁 甚至自相的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 我老公当时说了一句话 死就死了 死了就不丢脸了 在那时候呢 我就想 我了解的比他多 我要 留着一个沟通的渠道 我不能把这个沟通的渠道 堵死了 所以我就强忍着对他的鄙视 愤怒 我就没有 过来 有两个月的时间吧 这两个月的时间呢 我经常给他推送一些信息 因为进来亲友会以后 就很多都是 可谐的正面的 可谐的 我就经常给他推送信息 那时候就有微信了 他基本上就了解了 他的就是说 哦 没办法改 那就认导没办 但是那种羞耻感 那种不甘心 还是在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过程是 我儿子不知道 我们俩经历的这个过程 然后我们就给我儿子 发了一条信息 我教他的小名 我说 爸爸妈妈已经了解了 你的性气象 也并且呢 也知道 就是 不是你的选择 也没有办法扭转 只是 这么多年以来 你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 都经历了什么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爸爸妈妈竟然没有觉察到 你的这些 经历 我觉得 我们觉得很内疚 那将来不管是 发生了什么 遇到什么 我们三个人 就在一起 我儿子说到这个信息以后 很久没给我回应 我就很忐忑 过了很久 大概是第二天 他就跟我说了一下 他说 妈妈 这件事不需要你参与 也不需要你知道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不想因为我的这件事 给你们造成压力 带来压力 我有我的生活规划 紧接着后来 我们就坐下来去聊的时候 我就了解到他的规划 就是想停婚 继续掩盖自己的身份 他既不想让父母知道 也不想让他身边的其他人知道 其实那个时候他有很深的 就是这种自我不认同 面临着 其实我们并没有归婚 他就是觉得到了 世卉年龄相通 不愿意面对自己这个性体线 同性恋这个身份 他是不愿意接纳的 其实我们的母子关系 就陷入了一个僵化 我一开始是很不理解 我也在家长请你分享 就对孩子有一些不满 那很多家长也说 这孩子太不知足了 那个怎么会这样呢 这是多少人渴望得不到的 他反而还不领亲 那时候就是希望孩子留情嘛 觉得我这件事做得很奴隶的样子啊 我有 我觉得有两年的时间吧 我是过得非常的难受 一方面我非常热爱这个公益的这个活动 另一方面呢 我还要很谨慎的去保护我孩子的隐私 去关注他的感受 我是非常纠结的 甚至我有的时候出去做活呢 我就很含糊的 你知道我呢 去哪儿去外地啊 怎么就含糊齐齐的 其实我看天有包比 包比的妈妈以后来 从一个反童到一个志愿者 我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 他也给我埋下了一颗肘子 我现在回顾 其实我杀不住了 我就是做到自己的一种冲动 不是说我为了 我就一步一步地 从参加线下的肯谈会 去听别人故事 到后来听了别人故事 我就有一些变化 我的变化就会进一步地 去理解我的孩子 理解这个群体 那慢慢慢慢地 我就会去有一些 帮助别人的愿望 就是用我的一些感受去 输出 拼命地输出 那随着就是做志愿者 秦永会也给予了很多的 这种心灵成长的支持 那慢慢地我就回过头去 去理解我的孩子 我觉得他不接纳自己 不会因为我接纳了他 他马上就接纳自己 自我认同这个过程 也是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 一个心理见识的过程 那我作为当妈妈的 我要尊重他 或者就是去接纳就好了 他不管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接纳就好了 他接纳自己 我也要接纳 他不接纳自己 我也要接纳 我就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在慢慢地领会 接纳这两个字的内涵 从参加了秦永会的 做了志愿者以后 我就比较关注 我个人内心的一些成长 就是我的变化 带来了家庭的一些变化 就是我跟我儿子的关系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渐渐渐渐地就化冰了 他从不反对到默认 到不支持到默认 到后来支持 现在呢我儿子也识情与会的月经 他虽然不做志愿者 但是我出去做活动 去出产业和东西 为寒为美了 上一次在重庆 做筹款的培训 他就慢慢去到重庆 你一定要吃一顿 本地的这个特色的传菜 然后我儿子放了电话以后 就给我打了两千块钱 转了两千块钱 让我吃好点 就是其实他是用 在用这些方式 支持我 我的理解 那我老公的变化呢 之前就是 他 我儿子行徽的念头放下了 他还是说 你做工艺认识这么多拉拉 我们就搞个仪式 我说搞个仪式做什么呢 那就是给别人一个交代啊 我说我们怎么样生成 为什么要跟别人解释呢 另外他对我做工艺呢 他是这样 他说 其实咱接受了咱自己的孩子 咱过日子就是了 我们也不再给孩子逼婚 我们三个人好好的 你干嘛整天抛脱路面的 其实你抛脱路面 不就是觉得 哎呀 这个春风妈妈叫你 那个春风妈妈崇拜你 你杀了存在感 你有 就意思就是说 满足了你的表现音乐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跟他表示 跟他这个讨论 我就不回应他 不搭理他 就是那种比较 很少沟通的状态 到了2019年呢 就是我们有个游轮项目 游轮活动 我就动员他跟我一起上游轮 他说你上游轮 我去旅游哈 我可不看参加你们那个什么活动 我说我们游轮一千多人 也不差你 你不参加也没所谓 但是我心想你去了就由不得你了 我就把他拉上游轮 第一天是开牧师 他说我不去 我在房间里 我说你去听听嘛 又不是让你干一块肉 就听听 如果你觉得不耐烦 你就不要听 然后我为了拍这摊 我就坐在最后面 最脚上 通常的话 我都会做前排 到了第四天 闭牧师的时候 就是我们就坐在第一排 然后呢 就是有很多的嘉宾在分享 其中有一个呢 是被称作美国同性恋之父的一个 他上过这个 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反正他的英文名字我也记不住 那我老公呢 他很关注这个时代周刊 是因为周总理毛主席邓小平都上过封面 他觉得这个人也很牛 他的演讲呢 就对亲友会 对中国的英恋亲友会 对这些志愿者 做了充分的肯定 他说即使在美国 这些个家长志愿者 也没有做到像你们这样 你们是No.1的 就给了很多肯定 可能每个人都是民心权威的嘛 他觉得这个人肯定非常重要 所以他下台以后呢 他就去跟他合影 还有呢 就是当阿强最后呢 有一个演讲 这个演讲呢 就讲到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同性婚姻 经历了几十年 前面的人也有留学的 也有一次丢掉性命的 他们才有今天的这种生活环境 那我相信 我们中国也会有那一天 那我们到实现了那一天 同性婚姻 同性婚姻 这个合法化 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家长 尤其是我们的妈妈们 爸爸们 你们就可以自豪地说 这个平穿的路上 有你们铺下的每一个针 大家说是不是啊 然后我就观察我老公 高级双手 是啊 第一次就是发发 他这个人不会轻易地去表露自己 他就很自然地就发出了这样的欢呼声 终于知道他老婆在外面做的不仅仅是 这个刷存在感 是真的为这个社会的进步 在做一些事情 我们最后一首歌是其唱的一个 全场一千多人在合唱的领气 他不会唱 但是他也没拿彩虹旗 他就把手电筒打开 我参与公益 这件事不仅仅是为了我二者 也不仅仅是我对这个社会的进步 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在于 我自己获得了很多的成长 我的认知改变了以后 我觉得我活得特别自在 我的生命质量就在什么时候开始 真正有质量地活着 真正为自己自我的活着 我觉得就是从我儿子同性恋 能一刻开始 直到我儿子是同性恋 我的痛苦到了一个阶段 我从这个痛苦的深渊 往上爬回这个过程 我已经爬过了你之前 孩子没有出贵的这个平台 我又走到了一个更高的地方 我以前其实我年轻的时候 也挺好看的 看我的照片 我93年我在日本去进修学习的时候 穿和服 穿七宝那些照片 现在大家都不觉得是我 但是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觉得我长得好看 我在一个很大型的国企里做过政策 我也从来没有觉得我自己是有什么成就感 没有就是我现在呢 觉得到了生命的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就是这种状态是什么呢 就觉得一直在出发 这个出发是平静的状态 就是人生最好的阶段 我现在我前几天上一个富士二人的那个启发生 他说的一个 哎呀我经常就这个女人怎么长会长得这么好看 我觉得她就发出了我的心声 我经常会觉得 哦这个女生的老女人 怎么能消费这样 怎么能这么好看 我有时候就会生出一种 我可能要感谢我儿子 是同性恋 这个是非让恶 走到了 这个不同的 和传统的 同龄人 走到一个不同的一个 一个环境 或者是一种 场景 和传统的